去年你的爸爸离开了 他失智了22年 最后那一刻 你是做决定的那个人 那个决定 你现在想起来 这个痛其实在我心里面 是大概一辈子很难消掉 因为我跟我爸的感情太好了 我们是好到可以 举例来讲 因为我爸是家庭部职人 我们是在我小学的时候 我们是好到半夜两点 可以一起起来 然后两个父子两在桌上 看威廉穷斯杯哨棒赛 户子哨棒代表台湾比赛 两个人在那边加油 然后计分数 然后看到完 然后爸爸隔天起来再去上班 就我们从小是家庭是成长过来的 那后来爸爸在最后的那一天 他从中午开始就整个不对劲了 就比如说他就呕吐 然后就会有一点失晋的状况 我们一开始是觉得说 因为都顾得好好的 那怎么会这样子呢 可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 感冒了还是什么 我们朝这个方向再想 但是大概过了一个多钟头 他好一些了 好一些再过 再过一个多钟头 他突然之间那身体又不对 泛白流冷汗 然后整个 后来我就是不对劲了 赶快救护车先救 然后打电话救护车来 来了之后呢 他们的救护人员就一看一量 他说他们一到现场说说 马上通知我 他说你爸爸现在已经没有呼吸了 要不要急救 他很急嘛 要不要急 我当场是其实认住了 我说要不要急 第一个感觉 我当然要救 但是我还没有说出口 我马上吞回来 因为在爸爸过世的快三年前 他曾经脑中风出血 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达成一个共识了 因为我知道 如果你一急救下去 其实是一种强迫性的人工呼吸 它导致你的骨头可能断裂 它会七孔流血 对 你就算活着 其实它是没有尊严的 它只是维持呼吸了 那我很怕这个情况是发生在我爸爸身上 因此我那时候吞回来之后 下一秒马上告诉救护人员说 不要救了 你刚才就做这个决定 我就做这个决定 这是人生最难的决定 很难 真的非常难 因为在这世之二十二年当中 我为什么 我可以做的一切 我就算把房子卖了 我一定都会为爸爸做到最后一刻 我是这样的个性 但是这一句话说出去之后 其实我非常非常自责 然后我也跟我姐姐聊过这个事 我说你真的无法体会 说出这一口亲口说出 是我 是我放了爸爸 那我姐当然她就说你不要想那么多 我们以前聊过这件事 我说但是说出来的是我 你知道吗 因为你们有共识 有共识 你说这个是想成全他 是 但是时间点发生的时候还是觉得 只有我在 对 那所以下决定的是我 所以后来我们就让爸爸离开了 那离开之后 这个痛一直到现在 尽管他们是安慰我 所以你不要想多了 其实如果是我 我也是这么做 我姐姐还说 我还很谢谢你做了这个决定 一直到现在 这一年 我老实说 在很多很多的情节当中 我就会不自觉的爸爸就一直出现 那那个出现是 我可能走在路上 我就会突然想到爸爸 看到棒球赛 有时候爸爸的影子就会突然跑出来一下 然后我在坐捷运的时候 我可能就不自觉的掉泪 我就一直 就很不好意思啊 然后就自己会窝到捷运的最脚脚 感知 转脚扣 自己头闷在那个地方 那眼泪就啪 一直掉一直掉 然后就假装自己感冒 在那边人家叉啊这样子 对啊 很难释怀 当然我听得出来 就是你们全家人都已经想好了 有共识的这个部分 对 但我觉得其实最难的就是 好像你是结束 这个最亲爱的人生命的那个部分 是很难的 但重点就在于 其实结束了之后 你后续你的心灵要去面对的 有非常多的事情 包括它的物理性消失了 它不存在了 包括你也失去了儿子这个角色 然后包括你会失去后续的很多的行动 例如你原本是可以对爸爸有很多的付出 你可以有很多的孝顺 然后甚至在照顾爸爸的过程当中 你甚至就可以感觉到是有被爱的感觉 或你认可你自己的这个行为 可是在结束的那一刻 你后续的这些事情都不能做了 那对你的生命来说 它会是很多东西都空掉了 我觉得最难的其实是这个部分 是那个空掉的部分 我也曾经试图的告诉自己说 爸爸既然离开了 那我们一定还是要把自己过好 那像你所说的一切 我们都一直在做很多的角色转换 包括了我也告诉自己说 爸爸在了 好 我现在就是一家之主 我必须要面对所有的一切 那爸爸想什么 我大概可以知道他的逻辑 我可不可以去揣测 我可以去做什么 这些东西我们都一直不断做转换 但你知道最难的地方是 那一条稳度的线 那一条线是我爸87岁走的 我今年50岁 所以在这50年那一条线之初 那突然之间你就断裂了 好了 你断裂了之后 这个一段是永远再捡不回来了 就是消失了 男在这个地方 那消失了之后 你想对他讲任何一句话 只是讲 爸 没机会 然后我常常都跟我爸说 爸 你有空就回来看我吧 然后在排位 爸 你怎么都没有来看看我 但他始终没有来 始终没有 那我们那一条线 没有梦到他 没有 那那条线会让我一直想要知道说 爸 你在那里过得好吗 你有什么我还可以为你做的吗 但是没有消息 很特别的是告别室一结束 然后忙到一段落 我手机一拿起来 当然很多留言 其中一个留言就是那个师傅 因为他也来 他就说 昌明兄 我今天才一到告别室现场 就已经看到 宫庙的师傅 跟你们家的菩萨 都已经站在你爸爸旁边 你爸爸带着微笑 然后告诉我的一段 我爸要跟我说的话 他透过他跟你讲 透过他 然后转达给我的话 我全部都储存在手机 这辈子我就随时拿出来看 砥砺自己的话 然后我就放心了 但是放心了之后 那段话是你本来就意想得到 爸爸会跟你讲的吗 他的语气 是 然后 但是你难免还是会想说 爸 那你一个月之后 你还好吗 你在那边就算是休息 你要他每个月报个平安休息 对对 这就是那条温度的线嘛 你知道 但始终没有 后来这个老师就跟我讲 他说其实没有回来看你 也算是好消息 代表他没有挂碍 他不是担心你 他不担心你 所以他好好安心地去了 就是那条线 我这样子 当然是一种安慰 也许是一种 我告诉自己去 把这个思念之情 把它好好做处理的方式 跟借口 人就希望看到 但是人就看不到 对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就是还在 一直转换心理状态 你是不是有些话 你觉得还是想跟爸爸讲 但是没机会对话 其实我跟我爸 两个人的关系是这样 他比较传统一点 然后 在以前他对我所有的教育 都是对或错 不行 行 可以不可以 他没有中间过程 没有解释 没有为什么 没有 举个例 要不要比较严肃 很传统 比较严肃 处女做AB型 对 然后 不好惹 不好惹 然后常常就是 脸就皱成包子 你就说心情不好 很明显 那有一天呢 我举个例就是 比如说我跟我同学约 高中的时候 我说我要去我同学家住 要去玩 我说 房门 爸 我要去同学家住 什么时候 今天 今天 现在才告诉我 我说 不行吗 我现在赶快告诉你啊 他说 不可以 我说 为什么不可以 太买错了 就是不可以 我说 然后两个人不欢而散 你知道我爸房门 砰 关了 就进房门 我也进我房门 砰 我也很不爽 奇怪 我去同学家住 为什么不可以 然后我就再过去 我爸 不是 我同学你也认识嘛 我说我电话留给你 你整晚随时打电话来找我 我都会在那边 为什么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 砰 关 然后我就回房间 哦 气得 后来我就静下来想一想 我想一想说 可是我爸藏这个个性 真的是让我很难理解 心平气和压了一下 我又再去敲房门 你这个小孩不错 然后我爸一开门 冲起来 因为我爸是台语的 我说 爸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我不能去同学家住 他说 他不就是不说为什么 就是不行啊 我行 你老婆 我说不行就不行 对 我说 可是我已经告诉你了 电话我也给你了 是谁对象也告诉你了 我也这么大了 你对我有这么多的不放心吗 我说 我答应 我们并不会出去肥累的 为什么不能 那我爸就被我搞得 也许是车轮站的敲门事 我爸就说 好啦 他答应了 有用耶 他突然答应了 他说好啦让我去啦这样 那我一看我爸让我去了 我也退一步了 我说 好爸 那我就不去了 我就说让你去 你说我去 你们是意气之争 你面子之争 不是 一定要抢赢 不是不是 然后我就跟我爸解释 我说 不是爸 因为你刚不让我去 我大概可以猜到你的用意 但是你现在让我去了 我也 你是为了我 但是我也要反过 我也为了你 我说 那我今天就不去 我让你放心 可是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不要这样 然后 两个人是要互相沟通嘛 对 然后后来 这件事情就过了 过了 隔两天 我就一直在脑海想说 到底怎么样跟我爸 可以再架构更好的一种沟通模式 有一天我们两人在客厅吃饭 看着电视 然后我看到 好像心情还不错 我就突然丢了一句话给他 我说 爸 你觉得我们两个关系是什么 我爸就愣住 他看我说 我就在你老爸 我说 对啊 还有呢 他说 没有了 我说 还有 我会疼的 我说还有 他说 没有了 我希望你是我的朋友 我就跟我爸这样讲 我说 因为你永远 你发那么传统的人 他能够理解吗 他认住了 他说你怎么会这样讲 我说你永远只是为言 你只能告诉我要不要 可以不可以 可是对我来讲 我永远不懂为什么 你要告诉我为什么 你要说服我 对不对 我说 你如果可以当父亲以外 当我的好朋友 很多时候我们会更好 那我爸就 然后就默默吃饭 这个太难了 那个年代的爸爸 你要他口才好 说服儿子 对啊 不容易吧 对啊 他就没有再说什么 跟你说不行不行 要跟你讲一百个理由 为什么不行 因为以下的原因 也不用 其实我只要我爸爸告诉我说 你认为的不行是为什么 我只要知道就好了嘛 可是你不能因为 只是不可以 不可以加不可以啊 你真的很爱你爸爸 所以你爸爸的看法 理由对你来讲 非常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知道 很重要 不是因为 一般小孩可以出门就出门 你不是 你还要问个所以人 当然 不是因为我跟你讲 我跟我爸的温度之初的理由 就是因为我在十岁的时候 我的亲生妈妈就走了 然后我四岁的时候 我爸再娶了后母 当娶了后母之后 有一段时间 可能家庭的气氛 非常的 尚待改进 我跟我姐姐是亲生的姐弟 我们是一度要被送到孤儿院的 那是我爸爸跟我阿嬷力保 把我们给抱下来 我们才会住在这里 然后跟我 跟着我爸一起成长 那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是 那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因为虽然后母 我们也叫妈妈嘛 那她也不是说对我们不好 养育之恩是很伟大的 但是过程当中 始终这个家 它是有分两半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 亦父亦母的哥哥 一起带进来 所以分两半 因此所有几十年 就是我爸一直在呵护 保护我跟我姐 我妈就是在 一直维护着他的儿子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长大 所以所有的事情 太多这种累积 才会那么在意爸爸 嗯 嗯